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遇见都犹如初见 嗨 晚上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如初 今晚和你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作者林小白的文章 长寿的秘诀和睡觉相关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在纪录片《追眠记》里有一句话 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困 人们睡眼朦胧地去挤早高峰的地铁 在漫长的途中哈欠连天 在午后的办公桌前喝着咖啡续命 我们真的很困 但是晚上过了零点 仍旧清醒的人并不比白天觉得困意十足的人少 晚上睡不着 白天起不了 似乎成了现代人的痛病 然而睡不着 显然比起不了更可怕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最新统计显示 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高达5400万 他们在凌晨三四点便会起床 不因任何事 只是睡不着 经历着失眠和绝望 而媒体人 医生 货车司机 孕妇妈妈 孤寡老人等庞大的群体 他们的睡眠时间和质量都非常堪忧 在北上广这样竞争激烈的城市 熬夜简直就是 每日必备 追眠记中的新宇 饱受失眠困扰5年了 但他年仅24岁 正处于很美好的年纪 然而他却享受不到这个美好年纪的幸福感 他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甚至因为睡眠问题被确诊患上了抑郁症 在纪录片中 新宇流着泪说 我难受 活着太痛苦了 失眠使他精神恍惚 才毕业两年的他 频频被老板炒鱿鱼 每份工作干不满两个月 失眠把24岁的新宇 突然拉入了混乱不堪的人生之中 今年中国青年报对1972名 18到35岁的青年 进行了一项关于睡眠的调查 结果显示 70.5%的受访青年 被失眠问题所困扰 仅7.5%受访青年表示 从不失眠 失眠或睡不好 牺牲掉的绝不只是我们的时间 还有我们的人生 在去年的一次网络直播中 林依晨绑着一个丸子头 看起来就像是20出头的小女生 怎么都想不到 她已经35岁了 而且在直播过程中 林依晨大胆地紧贴镜头 网友大呼 皮肤太好了吧 而面对网友讨要助灵秘籍 她分享到 一定要睡饱睡好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她坚持晚上9点或10点睡觉 早晨5、6点起床 每天充足的睡眠 是她保持好状态的不二秘籍 好的皮肤 好的精神 有60%是靠睡出来的 国外曾有过一个睡眠实验 四位不同性别年龄的实验者 平均每天睡眠4到5个小时 该实验用先进的设备 模拟了实验者如果长期缺乏睡眠 将会导致的模样 结果显示 因为长期缺乏睡眠 每个实验者都神色苍老的 简直不像痛一个人 现年69岁的村上春树 神采奕奕地说 睡眠是宿命般被编入人 这一系统的程序中的行为 谁都不能避免 假如失去睡眠 人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睡得好 不仅有益于皮肤和精神状态 还有益于工作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 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 和灵魂的无困扰 解决了睡眠问题 我们就能离幸福更近一些 BBC纪录片《睡眠实力》 讲述了研究人员 对失眠患者 及失眠障碍志愿者 进行了系列实验 通过这个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 关于睡眠的事 饮酒有助于睡眠 是一个谎言 酒精会让人很快入睡 但是进入快速眼动睡眠 所花的时间比正常要长 更关键的是 在下半夜 清醒的次数会增多 如果饮酒入睡 第二天早上起床 你并不觉得自己 得到了良好的休息 反而感觉十分疲惫 食物对睡眠的影响很大 研究发现 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 会增加睡意 促进睡眠 而蛋白质类的食物 有助于保持警醒 针对这一特性 我们应该在午餐吃蛋白质类的食物 让自己下午更精神 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之中 而晚餐就要吃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 让它帮助我们更好入睡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进食时间不能太晚 最好在睡觉前四个小时进食 而想要睡个好觉 也并不是那么难 睡前一个小时洗个热水澡 研究发现 人产生困意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体内温度的降低 睡前一小时洗热水澡 能让体内温度升高 之后逐渐冷却 从而让人产生困意 很多失眠者花很多的时间在床上 实际上 这会导致越睡不着 越焦虑的情况发生 相反 失眠者应该进行睡眠限制 通过限制在床上的时间 并规定不论多晚睡 每天同一时间起床 这种方法会让睡眠更有规律 更有质量 增加打盹次数 拯救你的睡眠不足 有的人因为工作原因 无法保证足量的睡眠时间 这种情况就需要增加打盹次数 理想的打盹时间是30分钟 最佳打盹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之间 需要注意的是 早上7点到12点之间 你要抵制自己打盹的欲望 晚上6点到8点 你也同样不能打盹 德国哲学家舒本华曾说 睡眠是我们为纳比在死亡时 才收回的资本付出的利息 利息率越高 支付越按时 长青的日期就推得越迟 睡眠和长寿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网上提到的纽约市曼哈顿的数目 现在一般活8年左右 人们觉得很正常 以前这种数可以活50年100年的 上个月马云宣布退休 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用一年时间的过渡 阿里巴巴的相关事宜都将交付给新任CEO张勇 一时间大家对马云的接班人张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成为CEO之后 张勇坦言 自己每天都很焦虑 但幸运的是 他很善于排解自己的焦虑 他说 我最大的优势是睡得着觉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 到点我就能睡觉 无独有偶 他之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 也提到了自己的成功法则 其中就有一条 好好睡觉 他知道 用身体为代价去赢得金钱和名利 有可能会满盘皆输 毛泽东曾说 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 但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从今天起 好好睡觉吧 但愿今夜 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睡眠 好 那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一杯寂寞的酒 把春意浇上了头 恍惚间那些温柔 再一次和我相熟 模糊了堆积的重 看岁月流浪又走 每一夜痛的理由 是曾经忘掉的永恶 是曾经忘掉的永恶 温柔 这一树残留的石 痛破了双弧的枝 幻想着你的影子 包裹着我的相思 曾经的绿绿青丝 锁不住一生一世 如今都变成个字 遗忘的沉淀就是 看情终人之颜色 看爱与恨心有情 看半曲肘 卖石头 看水来月 望昏昏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